喝水不足或者说今夜不足 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再三给大家讲过 水是人体防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 所以在纯净生活的其中 我们有一个第五条叫做充足饮水 水不要怕多 因为多了存不住 你会排掉 但是喝水要慢 不要出现像年轻人像的 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年轻人 跑过来的时候非常的饥渴 然后打开一瓶水 这样喝下去 这个喝法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喝法的话 你的口腔能够得到一些滋润 但是你的身体的细胞是得不到滋润的 我们更希望大家是什么呢 采取中式的喝茶方式 然后小口慢饮 用这样的方式去喝水 然后保证每天的足量 这个方式的话 你的肝肾的功能能够被完全的清洗出去 就是你会慢慢的跑厕所 然后这个水是要经过我们的胃 经过我们的肠 进入了我们的细胞 那么进入了我们的肝肾的整个的 把里边的细胞里边的有毒物质 慢慢慢慢的带走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 不能等渴的在喝水 我们刚才说了 渴是一个解决肾的 那个钠的一个渗透压反应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在咳之前 就是要养成日常补水的一个习惯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老年人 我们总是说保温杯里泡枸杞 保温杯里泡枸杞好 还是保温杯里边泡茶叶好 还是保温杯里边泡一点点的什么菊花好 还是保温杯里泡一点点的铁皮石壶好 其实在我们看来没有那么的重要 你就包括我到底有些人总要问我 杜院长我喝哪个茶好 其实在我们看来 你首先要保证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习惯 然后再根据你的年龄特征 体质特征 可能用眼多的人 可能会再配一些清干热的茶 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自己就是尿酸高的人 我们可能会配一些其他方面更容易沥尿的茶 那么高血压患者可能会用玉米须来做一些茶 就是这样的话会根据你的特性有一点点的方向 但是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 我们是非常非常 因为昨天有人问过我 怎么看待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茶饮 茶饮本身一个核心原则 温热慢饮多喝水 在站在这个角度上 所有的茶饮都是好的 那么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茶饮的一个制作工艺就在于 一定要把它里边的有害物质去除掉 昨天我跟你们讲了 我不太喝绿茶 为什么不是绿茶不好 而是绿茶它这种在制作的工艺当中 或者说它在这个种植当中 它如果说有农残 你用开水去浸泡它 就很容易把它泡出来 对身体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只要是健康的水 大家在选择茶饮的时候 其实在于它的材料 只要是材料是干净的 那么你的水是干净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没有问题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建议大家 在用茶饮的时候 如果说一个厂子 它敢用这个透明袋 能让你看到它里边的这样的一个成分 那么它经过了这种 比如说超声波的清洗等等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除此之外的话 更高级一点的 按照自己的身体的需求 去做一些选择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大家还有一个很多人在在意的 到底是什么水好 什么纯净水 矿泉水 附清水 礼水等等 这样的一些水 包括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自己家里边能够做到 当然是消费比较高 尽量不要喝塑料瓶状的水 因为塑料的话 其实现在大家也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知识 和慢慢的发现 因为我们在年轻人的粪便当中 能够检测出来一些微小的塑料的颗粒物 在年轻人的粪便当中 但是这个来自于哪里 现在还没有定性 因为大家会发现 你们很多东西水 大家基本上是塑料瓶装 你们的外卖 也是一次性的这种餐盒 虽然说现在用了一些可降解的材料 但是大家在接触的环境 特别多的情况之下 只看到了在年轻人的粪便当中 能够检测到一些微小的塑料颗粒物 但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甚至在血液当中也能够检测到 但是它来自于哪里呢 目前没有定论 只不过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了 或者说自己过滤一下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 饮水是一个基本的意识 不要太纠结于哪一种好 矿物质丰富 当然这是一种补充的方式 但是在很多时候的话 你比如说像我在泡茶的时候 和我在冲咖啡的时候 我会故意使用纯净水 因为你这个比如说咖啡 它是一个弱酸性的 你如果说使用了这个高碱性的 就是这种弱碱性的这种天然水 你可能会把我的咖啡里边的营养物质 跟我产生一个反应 所以我用纯净水泡咖啡呀 泡泡茶呀 也是可以选择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不要这么纠结 一定要知道 我们只需要能够理解水 对身体的这种重要性 而且更要知道是什么 像黑芝麻这样一个东西 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 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八股之冠 为什么叫八股之冠 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 包括黑芝麻粥粥 包括麻仁粥等等等等 都会用到它 它有着一个基本的特性是什么呢 刚才说了不干肾 润五脏 这也就是黑芝麻 一个单一性的食物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被成为了一个 仙家第一草的一个核心的由来 易经血呀 抗衰老啊 有着很多的这样一个功能 从肾脏来说的话 中医所说的肾脏 其实和西方医学不太一样 我们所说的肾脏 其实它不单单是 就是那两个腰子 那么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呢 和水密切相关 和代谢呢 密切相关 但是中医更认为 我们说什么肾主骨啦 阿生髓呀 主纳器呀 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的功能 其实肾脏 中医所说的肾脏 更像是当代人所说的 我们的生殖系统 和我们的免疫系统 是这两大系统的一个游览 中医 所以说它有着一个黑色 入肾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们如果说按照现代医学 去了解肾脏的时候 你会发现肾脏本身 你把人体呢 我们当做一个大的工厂去想象 其实纯净生活的一个基本理念 我说过一句话 是要我们是什么呢 兄弟们慢慢走 手拉手 就是它是一个缺一不可的 很多时候 我们采取的一个生活方式 当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基本意识的时候 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你们会渴着一个脏气批命祸害 什么叫渴着一个脏气批命祸害 比如说熬夜 熬夜最伤什么呢 中医说熬夜最伤肝 对吧 但是熬夜本身在西方医学也验证了 会造成我们的内分泌系统的紊乱 这个是对肝的一个损伤 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 比如说最简单的喝酒 非常的伤肝 那么吃油也特别的伤肝 吃调料也特别的伤肝 所以当代人的很多的疾病 都是先倒在了什么呢 我们的消化系统之上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当代人特别容易出现的是糖尿病 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 糖尿病的出现和我们的饮食也是密切相关 经理白面吃多了 一定会有 所以我们会说是什么呢 当代医学啊 能够让你们活到90岁 100岁没有问题 但是你自己的一个脏器拖累了你 你的脏器怎么拖累的 被你的一种生活习惯所拖累 大家认可这个观点吗 好吧 好久没给大家发红包了 我们今天让助理再给大家发个红包 我也喝口茶 对胃也是一个 胃呢 还相对来讲好一点 为什么我们说胃对人体呢 可有可无 胃还算是可有可无 因为我们发现 大家去乡乡红包吧 胃呢 它是一个物理性器官 它不是一个化学性器官 什么叫做物理性器官呢 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把食物暂时存在这里面 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 我们人体是个化工厂 我们的牙 是个粉碎机 我们的胃 只是一个什么呢 我们的胃只是一个仓库 它把食物暂时存在这里 那么存在这里它干什么呢 通过它的胃酸分泌 通过它的蠕动 让这些食物混合 迷烂 你们发现我们在生活当中 当很多人生病的时候 下胃管 其实就是跳过了你的胃的功能 下胃管的人 他所输入进去的食物 一定不会是青菜叶子 一定不会是什么呢 牛肉干 一定不会是什么呢 那个羊肉片 它所输入的都是一些混合好的营养物质 其实就是替代了我们的胃的功能 大家不要觉得胃的功能有多神奇 胃的功能就是这样子 胃怕什么呢 胃怕太硬的东西 胃特别怕太硬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胃是一个你的食物本身 就像这个尖角一样 我摸这里 我的手就不会受伤 但是我摸到了这个边 它就一定会扎到我的手 是不是这个原理 如果你吃的食物当中 都是这种带尖带脚的 你的胃壁去 因为你的胃壁是一定要抓它 要通过胃壁的压力 要通过胃酸的分泌 把它糜烂掉 当你的胃一定要抓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没有 一定会把你的胃扎伤 你的胃一旦被扎伤了 产生了一个慢性的炎症 就会产生周围性的 我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病例性的反应 所以说有胃病的人 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 要吃软的食物 就是不要让你的胃得到刺激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生活当中什么样的食物 是硬的 其实我们给大家做了很多很多的分析 要理解整体人类的一个价值 我们的牙 我们的口腔 它里边所含有的很多的物质 是在保护胃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胃的上一级的机构 你食物如果说不嚼 你把一颗整颗的瓜子咽下去 瓜子是有尖的 它完全在胃液当中能不能糜烂 可以 但是在糜烂的这个过程当中 瓜子的尖 就像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管子的这个尖头一样 就会扎伤我们的胃 胃一旦被扎伤了之后 那么它的整体上的一个地方被扎伤 就会激发我们身体的修复反应 在修复反应的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你的血液不干净 你的血液里边除了营养物质之外 带有着一些醋炎的基因 带有着一些炎症的因子 你的这个区域就很不容易好 然后慢慢慢慢的就会变成我们一个无药可救的前表性胃炎 就这么样的一个原理 所以说一个瓜子的吃法不对 可能引发你前表性的胃炎 怎么吃 在嘴里边吃 所以我们会非常不建议大家去吃那些附着在面包上面的坚果 坚果要单独吃 为什么不建议大家附着在面包上 因为你瓜子是一粒一粒的吃 这个吃法 你的对它的咀嚼和破坏还算是比较到位 你如果是把瓜子倒到了一个碗里面 你一口下去 你非常容易出现瓜子整颗被你咽下去 因为瓜子很小 你咽下去它没有问题 你只有一个一个的时候 你的牙齿能够分辨它 所以说大家在如果在吃的时候 千万不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习惯 就是整个下去 而像其他的坚果 你比如说核桃 它没有尖 不会伤害你的胃 你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巴丹姆 如果吃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点 因为坚果是我们日常食物当中如意出现伤胃的 就是因为它太坚 还有一个像夏威夷果无所谓 它是个球 你下去之后一定要记住 对胃的损伤都来自于什么呢 物理性 没有物理性的损伤 就不会有化学性的损伤 能理解这句话吗 你没有这个瓜子的尖 把你的胃 就是你的手是这个样子 胃有皮肤 它不把我扎破 我的手接触什么都受不到刺激 因为我有角质层 大家能理解这句话吧 我们胃上面有胃酸 我们有胃壁 有胃粘膜 它是有保护层的 你只要是你的胃 没有经历过物理性的伤害 你别把它扎破 你的化学物质对它的损伤 就不会产生根本的影响 所以大家总是在说什么 火锅伤胃呀 什么什么伤胃呀 其实在这个之前的话 一定要注意我们刚才所说的物理基础 不要吃这种过硬的食物 比如说像蔬菜里面没有这样一个问题 你就想在你的饮食当中 我们为什么说吃糙米的话 很多人现在要开始要找什么 那就是那种甚至要带着骨壳吃 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不可以的 因为骨壳是一个非人体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非消化性的器官 一旦产生了这种叫做针尖对卖盲 就是这些东西 针尖很尖 卖盲其实也很尖的 如果说你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 它会对胃造成损伤 所以大家要把这个东西的理解清楚 一个是细嚼 嚼东西是保护你的胃 不完全是为了减肥 它是保护你的胃 把这样的一些基础知识能够先理解一下 卖片无所谓 卖片没关系 卖片的话 它是一个卖人 然后压迫之后会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是什么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就是一个有刺激就有反应 有刺激就有反应 包括我们的肾脏也是一样 你自己的 如果说你的饮食结构不好 饮水量不够 你的肾脏特别累 就会磨出茧子 手也是一样嘛 劳累了会磨出茧子 我们的肾脏也是一样 那么当肾脏磨出了这样的一些茧子之后 黑芝麻丸在这里边的作用是什么 戴手套 所以说现在学者发现芝麻素 对于减轻肾小球肾小管的损伤以及纤维化改善肾功能保护肾脏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 其实现代医学已经认定了它的黑芝麻素对于让我们这种磨损的肾小球得到缓解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含钙量高含油量高 而且的一些非常稳定的油脂在体内能够产生的一些保护性的润滑作用 这也就是我们推荐大家一定要养成每天两丸黑芝麻丸的一个习惯之一 保护我们的肾脏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肾竹骨也是中医所讲的 它这个关联在于是什么 黑芝麻黑芝麻 为什么它比白芝麻好 因为它是黑的 当然这是一句废话 黑是什么 含铁量高 含铁量比较高 它对于我们的缺铁性贫血 对于我们的牙齿就会有非常大的好处 所以说小孩子的零食 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用黑芝麻丸 因为黑芝麻我们在炒制粉碎的过程当中 就是刚才给大家讲的 不会让大家去接触 我们为什么不太做黑芝麻饼 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很简单的一句回答 黑芝麻有尖 做成饼上面 整颗的黑芝麻 不经过粉碎 容易伤胃 还有很多人问我们 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吃亚麻子 而给你们做亚麻子粉 亚麻子 有皮 很硬 有尖 不要觉得好像我在这个烧饼上面放了点这个亚麻子 我也吃亚麻子了 你的胃 糜烂他们的这个过程很痛苦 有一些的加工一定要利用工具完成 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在家里养狗的时候 你会发现可以给狗吃猪骨头 可以给狗吃牛骨头 绝对不能给狗吃鸡骨头 因为那个家伙会胡吞 鸡骨头 有尖 这个大家能知道这个常识吧 猪骨头 因为狗吞不下去 当你把他咬烂的时候 猪骨头会变成一种粉末样的状态 所以我们会发现给他们能吃什么 就让他啃着玩 啃碎了 磨下来 可以咽下去 如果说一截鸡骨头 被你家狗吃进去的话 就这点东西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对于我们人也是一样 所以说不要去吃黑芝麻 不要去吃一些 比如说亚麻子 这种特别特别硬的东西 那么打碎了 可以去吃 所以要理解我们的一些 怎么说呢 也算是煞费苦心的一些工艺要求 就是有一些的食物呢 要理解他自身对于哪一点好 因为你黑芝麻 你咬不咬 你咬不碎的 他太小了 所以说在工业上把它磨磨碎 做一些这种调整 还是蛮好的 还有一个我们要理解的是 就是中医所讲的肾 和我们的精气神 密切相关 对于女性来讲 我们说过一个很多次 抗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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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多人都会对我们的 那个纯本原氧特别的迷恋 因为以前的话 大家都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也有很多人都说 希望我们多开发一些 和纯本原氧 类似功能的产品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天天喝一个纯本原氧 好像挺乏味的 想多开发一些产品 其实纯本原氧呢 是两个方面的作用 一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氧化碳的生成 这个生物碱作用 纯本原氧里面很强烈 还有一个呢 纯本原氧里面是 复合了很多种的 包括我们用雪莲也好 我们用的一些 其他的这个马卡也好 里面附着了很多种的 抗氧化机制 就是超氧气化 酶 SOD 在里边的含量 其实是非常的高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一个方法 能够替代纯本 你说我不爱喝纯本的口味 我想换一种 有没有方法 当你懂得了 它的价值在于 一氧化氮和过氧气化酶的时候 什么能够替代纯本 这两个加到一起 能理解不 这个就是一种 非常强的生物件 而且它里边 而且它里边也有着一些非常强的抗氧化物质 再把它加进去 或者说我再加点小球枣 这三个一起吃 它的三种综合原理就都会有了 我们所说的一个一氧化氮的原理 一个是这个过氧气化酶的抗氧化原理 一个就是综合性的原理 就都会有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生活是要多品种 多色彩 多内容 就是你们可以综合性的 多摄入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所说的 建议大家要吃彩色蔬菜 同样是这个道理 皮肤衰老 为什么说黑芝麻丸 有一定的作用 对于在抗衰老这个方面 核心的价值就是 黑芝麻丸的抗氧化 和延缓衰老的作用 黑芝麻它的制剂 就是黑芝麻丸能够提高身体的 抗氧化酶的活性 那么它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里边的叫做什么呢 黑芝素 这是黑芝麻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物质 能够清除掉我们体内的自由基 延缓衰老 保持机体的活力 除了这个之外 黑芝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叫做易甘 很多人都觉得脂肪肝脂肪肝和脂肪相关 黑芝麻的脂肪含量高不高 但是黑芝麻它是一种易甘形式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常说的这个脂肪肝叫做适时肥肝后味 适时肥肝后味就是肥嘛 就是油嘛 甘甜厚重厚嘛厚嘛 就是很重的 那么味道很重的食物 就大家现在年轻人总说我不爱吃青菜 因为我最常听的一个什么事情呢 吃青菜没滋味 你们是不是这种感觉吃青菜没滋味 那么当你们特别喜欢重口味的时候 就非常容易导致脂肪肝 甚至吃水果 也是我们所说的导致脂肪肝的一个因素 那么作为我们所说的还有一句话 大家要理解80%的胆固醇来自于身体的自己合成 20%来自于外界摄取 所以说像喝酒引起脂肪肝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摄入了乙醇 引起了我们脂肪酸的代谢 导致了脂肪的蓄积 黑芝麻可以促进你们老公的脂肪酸 β氧化和乙醇代谢 减少乙醇对肝损伤的影响 所以说不小心喝酒喝多了 同时吃一点点的黑芝麻是可以解酒的 你们简单就这么寄就可以了 芝麻素也能够防止胆固醇在脂肪中的堆积 调节我们肝脏和血清当中的胆固醇代谢 黑芝麻有解酒的作用 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建议大家 这叫黑芝麻素的作用 包括说它里面的一些其他物质的一个综合作用 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 黑芝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润肠通变 我们跟大家讲过 我来考代一下一下 想解决便秘问题 想解决便秘问题 要有三个物质 想解决便秘问题 有三个物质 哪三个物质跟便秘相关 不容性膳食纤维 成为这个房子的骨架 我们说大便就是个房子 不容性的膳食纤维 支灯八叉的在里边 像一堆甘草一样 成为了这个骨架 但是甘草的特点 你里边如果没有水分 它会被挤得很小 就成了洋粪袋 成了一个小球 但是呢里边需要用水溶的膳食纤维 这个感觉是什么呢 你在甘草里边包着点苹果 对的 油水溶性膳食纤维 和不容性膳食纤维 三者的结合 单靠水不行 水在我们的身体当中 它停不住 就是它跑得比你的粪便快 大家咱俩来这么去理解 就是它不会被那些 不容的膳食纤维所吸附住 你们就这么想吧 你这个房间里边扔了一堆甘草 你上面泼了一瓢水上去 你会发现 它一会儿就还是会变成了甘草 因为它待不住 如果说你的家里边 你这边有一块水泥 你泼一瓢水上去 它是不是就被这个水泥所吸住了 这就是简单在生活状态当中 我们简单去理解一个是水溶性的 一个是不溶性的 就是一个能够跟水紧密的结合 而黑芝麻的一个特性 它的润肠作用非常好 在于哪里呢 在于它自身来讲 含有着膳食纤维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很多人发现 吃了这个亚麻子粉之后 大便会变得非常好 有人拿到亚麻子粉之后 吃了之后觉得自己大便会非常好吗 有没有人吃了这个亚麻子粉 可能你们刚刚拿到 吃的时间都不长 觉得自己大便便好了 其实这个作用就是在 它里边自己 它自带膳食纤维 它自带了油脂 而且它这个油脂是跟食物在一起的 它不是我们日常大家生活当中的 你喝的那个油 就你喝的那个油 它叫划肠作用 就它还是一个会让你的肠道润滑 但是它不会跟你的粪便结合在一起 大家能理解了吧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要发现这个油跟食物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身体再怎么炸油 它也不会把亚麻子粉里面油炸出去 也不会把黑芝麻里面油炸出去 就是它的纤维跟油是在一起的 所以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 我们所说的叫做香蕉结构 里面有油脂成分 有这个膳食纤维的成分 那么再加上一些蓬松的 这个不溶性膳食纤维的成分 它就会变成的 你就这么想一个饺子馅 韭菜 我们把它理解成为不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 对吧 你把饺子馅和黑芝麻丸混合在一起 它就成了一个有弹性 又有骨架 又比较润滑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黑芝麻类的食物 包括说一些坚果 包括亚麻籽粉 它有一个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 但是为什么很多坚果就不行 比如说瓜子 比如说腰果就没有 因为它们自身来讲 少了一个大类的这个 它少了一个大类的就是这个膳食纤维 所以说你要是靠坚果 靠瓜子 想去润肠通便 你还得把苹果给它配上 那么像亚麻籽 黑芝麻 它自己就是 因为它有个硬壳 我们简单理解 你摸着摸着黑芝麻 挺硬的 你摸着亚麻籽就更硬 那么它们自身来讲 就带有着这样的一个纤维的作用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说像什么 黑芝麻是能够乌发 但是呢也会发现一个问题 很多人说觉得自己吃了黑芝麻之后 头发变油 就是一定要知道 你吃的黑芝麻一定要用盐炒 如果说你不用盐炒的黑芝麻 你跟吃了一堆的芝麻酱没有区别 你肯定会油漏漏的 但是你用了盐炒之后 那么它按照中医说能够引入圣经 才能够解决你的这个肾气亏虚 情治郁节血热偏胜肝肾不足 导致的 少白头 一定要记住黑芝麻 就是你们家里面 其实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挺好的做法 叫芝麻芽 有人家里会做芝麻芽吗 就是把黑芝麻跟盐炒在一起 不管吃馒头的时候 吃饼的时候 稍微放一点点 这也是一个做法 就是大家你如果在家里面做 你也想让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一点 可以学着做点黑芝麻芽 就是把芝麻炒熟 然后里面加盐炒熟之后 擀成粉 就把它弄成了粉 那么我们在家里面烙饼的时候 可以放一点点 也挺好吃的 包括你做馒头的时候 蘸一点点吃 也不错 这也是一个我们日常吃芝麻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 为什么说像黑芝麻玩的话 要理解它的功能 就是说因为头发的生长是毛囊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作用 那么毛囊的黑色素 这就是一个我们头发黑的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上出现问题的话 人一定会造成白发或者脱落 那么但是年纪大了之后 色素细胞它会正常的衰 那么也会形成霉性的活性的减结 导致形成了白头发的产生 其实就是常年的日晒 大家如果说想仰头发的时候 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不要晒 常年的日晒的话 或者常年的压迫 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你看像很多的人就是说 他常年的比如说戴头盔 在一个紧紧的包裹和压迫之下 他的毛囊也会更容易坏死 所以你们大概要了解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个基本的常识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紫外线的照射 养自由的堆积 也会造成一些毛囊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分化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戴帽子的习惯 就是养成保护自己头发的一个基本的习惯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很多男人脱发的比例 会比女性要高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男人短发 男人短发之后的户外活动又多 就容易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日常呢 就是说用这种黑芝麻达到一些抗氧化的作用 它能够抗抗衰老啊 让皮肤滋润的 因为它里边维生素含量也蛮高嘛 会有一个更综合的作用 其实我们在 芝麻盐先炒炒 然后放点盐 芝麻盐是一个挺好的东西 怎么说呢 我是以前在玩机车 所以玩机车的时候呢 头发多了之后的话 会在里边的话呢 把这个头盔弄得很有汗臭味 所以说只是说就是头发会越刮越来 基本上其实我的头发量还不少的 我为了给你们讲课的时候呢 自己的造型稍微好一点 我每天都要去刮头发 用刮胡刀把它刮头发 其实很多人呢 就是他会变成了一个自己的生活习惯 因为到现在我也是在玩机车嘛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戴那个头套会比较方便 戴头套之后了 整个头盔里边的话 味道会好一点 不然的话你闷在里边的话 时间长在赛道上穿着连体皮 会出很多的汗 整个的头盔的那个味道实在是太难受太难受了 所以只能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奥号的话呢 你把头盔的通风孔打开 里边有一个头套 那么他自己的话呢 味道会稍微好一点 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 但是呢 你要大家要理解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真的需要想让自己的头发保护的更好一点的时候呢 一个选择就是你要让他自己能够要在一个遮光的环境下生活 另外在黑芝麻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就是一个特点呢 就是维生素E 还有一个它里边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一个均衡体 其实包括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一个和机车相关的故事 其实大家会发现很多的经验啊 就在一个细节上 终身呢 在现在在国内出了一些大排量的机车 但是昨天我就看到了一个 也是我们圈子当中的一个名人 专门做机车测评的 然后呢 把终身的这款摩托车去跑了一圈 然后呢 就是滑倒 因为按照我们的技术水平的话呢 不太会在这种赛道上出现了滑倒 就分析原因 你们知道原因在哪里吗 就是在压弯的过程当中 终身的这款摩托车 它的后边的排气管比脚踏 下边这个探针先着地 我们为什么在摩托车的上面会装一个探针 探针是当你压弯压到了极限 就是到达了这个车的极限的时候 标准的设计是脚踏着地 那么我们下边装一个探针 因为它有一个摩地的火光 就咔这样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很刺耳 就是当我们压到极限的时候 探针碰到地了 我们就知道不能再压了 车子就要到达极限了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懂机车的人 都知道的一个设计反应 因为重心点 你的重心要压到这个位置 但是终身出现了一个事故 就是什么呢 当人上去之后 考虑的不周全 一压弯出现了排气管 先碰到了地面 排气管一碰地 造成了它的后轮拖地 后轮离开了地面了 因为后轮一离开地面之后 抓地力没有了 人整个滑出去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在生活当中 要理解的是什么呢 行业的经验是累积出来的 终身其实在造摩托车 在中国的历史当中 也是一个著名的企业 造了这么多年 居然这种小细节上面 差了一点点 车原地倒的时候 是探针落地没关系 但是就是少设计了 一个人上去之后 被把这个避震压下来之后 造成了后排气管落地 其实为什么会给大家讲 这样一个题外的故事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 大家很多对于营养 对于健康的认知 就像终身这样的一个 摩托车企业一样 入行时间太短 就会考虑的很多问题 欠缺在一些日常 所不看重的细节当中 大家遇到了疾病 好生病了去医院 生病了找医药 没问题 都是这样的一个反应结果 但是我们是中国第一代 做营养健康学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来讲 因为从91年到现在 做了30多年 所以我们才能够关注到 很多别人不关注的细节 做营养健康学的 词养健康学的 词养健康学的 词养健康学的